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 其中前一千年 政治中心如同一个钟摆 在长安和洛阳之间不断摆动 这也引起了洛阳和长安 究竟谁才是第一古都的争议 从夏商到秦汉 再到隋唐 长安与洛阳被多个王朝定为国都 两者都有十三朝古都之称 往往一者作为国都使 另一者充当东都或西京的角色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历史解读 汉唐无疑是人们对中国强盛大一统王朝的最直接印象 长安在西汉 唐朝时期是国家的中心 洛阳则在东汉 三国 曹魏 至两近南北朝时期 坐上了首都的位子 圣唐时期依然扮演裴都角色 补则天时期为首都 十世纪之前 长安与洛阳的重要性部分伯仲 十世纪后 中国政治中心才离开长安洛阳两地 向中原 开封和北京转移 那么 中国第一古都 到底是长安还是洛阳 为何唐代之后 长安与洛阳都难觅盛世荣光 宅自中国 长安与洛阳位于中国中部 长安地处黄河中游地区 周边山河纵横 黄河之流 冲刷形成的关中平原 却地势平坦 这片四万平方公里的高鱼之地 十分适宜农业发展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 关中平原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 如果中原板档 以长安周边为核心的政权 就可以利用东侧的山脉 及寒谷关封锁通向中原的通道 将自己隔离于乱世 如果中国处于统一时期 立足长安的政权 就需要向中原投射影响力 如同高压电长途输送过程中 电压地减需要加压一样 宇溪地区是长安向中原辐射 影响力的第一站 长安释放的政治影响力 需要在宇溪进行一次加压 洛阳应运而生 这决定了历史上 长安与洛阳的互动关系 洛阳位于长安以东三百多公里 地处黄河流经雄尔 扶牛山区环绕形成的盆地中 洛阳地处黄土高原 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 盆地周围的山体较低 且不连续 使其可以向东连通广阔的中原腹地 从历史上来看 洛阳有着三千年的文明史 其被确立为王朝首都的历史 远比长安久远 这一点无疑是洛阳争夺第一股都的底气 夏商是中国最早的两个奴隶制王朝 更是中华文明的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时代 夏朝君主出于躲避自然灾害 加强对周边部落控制力的考量 不断地迁徙首都 位于金洛阳掩师的二里头遗址 被认为是夏朝都城甄巡 若眼可见的遗迹支撑着洛阳第一股都的论调 商朝和被他取代的夏朝一样 以中原为势力核心区 是典型的黄河流域文明 商朝同样不断迁都 金洛阳掩师的西豪是众多商都之一 夏商两朝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但根据断代工程研究 夏商两朝的时间总长约一千年 在这漫长的十个世纪里 洛阳先后两次出现了王朝首都 可以被看作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如今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 在夏商两朝人口繁衍并得到一定开发 但并未像洛阳那样出现王朝首都 历史更久是洛阳在第一股都之争中 强有力的底牌 公元前1046年 武王伐宙灭商建立西州王朝 州王室 姬姓 本居住在关中地区八百里青川的肥沃土地滋养 以及周围群山的保护 才让本为商王朝成熟的姬姓家族 积蓄力量推翻商朝 关中市周王室的龙兴之地 西州建立后 其首都封京岗京 并称封岗 均位于今西安长安区 这是长安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 经过夏商两代发展 中原的发展程度高于关中地区 西州的建立者武王激发 有感于封岗远离中原 希望在封岗与中原之间建立新都 以增强周王室对中原的影响 夏商多座古都聚集的一落地区 被周王室看重 武王因病早逝 其子成王命叔父周公弹 继续迎建洛邑 洛邑 洛阳和封号长安 在历史上首次携手 共同挑起周王朝大梁 而这种情况将贯穿此后的近两千年 因周王室宗庙祖陵坐落在封号 因而这里被称为宗州 而洛邑此后被称为成州 国宝文物青铜和尊上的名文宅自中国 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 这里的中国指的本是洛邑 因为其位于天下的正中央 中国的含义几经扩展 最终成为我们国家的名称 可见洛阳的特殊历史地位 公元前771年 选戎攻破并损毁了浩京 西州灭亡 周平王陶至洛邑建立东州王朝 从东州开始 洛邑因为位于洛水北岸 被称为洛阳 山南水北为洋 东州是一个诸侯争雄的时代 坐镇洛邑的周天子 虽然身份尊贵 却无法截至诸侯 洛邑西连关中东街中原 受到四方诸侯的窥死 偏居西渝的秦国 占据关中平原 秦国只需控制寒谷关 就能封锁东方各国 唯一的西进道路 再通过商量变法 兴修水利等多种手段 使关中平原 成为卧野千里的粮仓 最终支撑秦国统一了六国 一统天下的秦朝 以关中平原的咸阳为都 秦都咸阳的管辖区域 覆盖了今西安大部 因而也可被看作是 西安建都史的一部分 从第一个奴隶王朝下朝 到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 超过1500年的历史中 洛阳先后四代为都 下 商 西州 东州 长安则只有两朝 西州 秦 大汉双雄 秦朝灭亡后 在楚汉战争中夺取天下的 刘邦建立大汉王朝 出现和秦朝同样的地缘考虑 刘邦于公元前202年 将首都从洛阳迁往关中 刘邦此举最主要的原因是 天下出定 危机尚未彻底消除 而关中平原四周 借有高山保护 只需少量兵力 便能守住几条狭窄的河谷 不像洛阳那样 是容易被攻破的四战之地 汉武帝经略西域 开通丝绸之路后 长安更是成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 以及东方文明的中心 人口超过24万 作为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 第一个发展巅峰 作为大汉首都的长安 其政治影响的含金量 要高于夏商周三代 这一点是长安 作为低谷都的自信来源 当然失去首都光环的洛阳 在经济上毫不逊色 洛阳连通中原的道路建设完善 黄河干流在洛阳以北30公里处 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粮食布皮等基础物资 还有丝绸 茶叶等外贸商品 然后在源源不断地运抵洛阳 然后输往长安 乃至遥远的西方 洛阳在西汉时期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 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正出长安 而中原地区的人口和 附数程度要高于关中 长安向中原辐射影响力 就需要洛阳作为中继点 两成的互动成就了彼此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让洛阳能够向东西纳中原的人力物力 并输送向长安 同时将长安的政治影响 释放向中原 形成政治以长安为和 经济以洛阳为首的格局 公元一世纪 西汉在混乱中灭亡 刘邦后人刘秀重振汉市 但长安遭受年战争破坏 刘秀将国都迁到洛阳 使为东汉 东汉享过195年 其中的165年以洛阳为都 这个大一统王朝 让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超越长安 在洛阳看来 这是自己第五次成为首都 而在长安看来 之前的夏商州势力范围 仅能覆盖中原和关中 当时洛阳作为首都 不能被看作强大帝国的都城 反倒是长安 虽然出长晚 但相继成为秦朝 西汉两个大一统王朝的首都 洛阳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 东汉比长安晚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 中国相继进入三国鼎立 西晋一统等历史时期 洛阳因为历史发展惯性 先后被曹魏和西晋政权作为首都 公元四世纪初 因晋朝宗室内斗 前居中原的五湖开始发展势力 并灭亡西晋 西晋被灭前因洛阳备战 曾在313年至316年 短暂以长安为都 五湖乱华后 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十余个割据政权 四战之地的洛阳遭受严重破坏 没有一个割据政权以此为都 深居关中的长安 先后成为前兆 前秦和后秦的首都 这也是长安十三朝中 第七杠九朝的来历 接下里有个地图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地图记载了古代时期 周 秦 汉 唐 明 清的主城 继清之后 在西安建都的是西汉王朝 汉长安城固执在今西安市西北 当时这里是四方福凑 并置而会的大都市 这里承载了汉帝国的勃勃生机 同时也见证了那个时代 中国人的奋发向上和积极进去 一座洛阳城 半部中国史 下 商 周建政历史的根源 自下朝建都开始 洛阳就以天下之中的姿态 孕育着华夏文明 论资历 要比西安早大约两千年 中国的历史 一千年看北京 三千年看西安 五千年看洛阳 西安 它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它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重要发祥地之一 历经西州 秦 西汉 新马 东汉 西晋 前帐 前秦 后秦 西魏 北周 随 唐十三个朝代 西安是公元十世纪之前 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 它与古罗马一同标志着 古代城市文明 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自古就有西罗马 东长安之美誉 所以它也被定义为 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西安的文明历史 可追溯到西州 曾经作为中国都城 肩负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的使命 长达一千一百多年 如今西安的大唐部业城 近人皆知 它再现了大唐盛世 唐代的长安城 东西宽九千七百二十一米 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 七米 由宫城 皇城 外国城三部分组成 同时建有太极宫 大明宫 和兴庆宫 在唐代的鼎盛时期 长安城人口就达到了一百多万人 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如今的古都西安 拥有众多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 诸如封号都城 秦俄旁宫 兵马俑 汉伟阳宫 常乐宫 隋大兴城 唐大明宫 兴庆宫等等 若论中国十大古都之华夏第一古都 洛阳和西安都有足够的资格 所以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您觉得呢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有点 电筑 有点 可